我會突然拋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你覺得天空之城好看嗎 天空之城是有個咒語 是結魯回面那個 就是天空之城 就是那個巴魯斯 彈幕就會一直巴魯斯 我忘記巴魯斯可以幹嘛 就整個天空之城就炸掉了 對對對 因為好像是要喊這個東西才有用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就喊 其實理論上它就會炸掉 所以大家在彈幕 彈幕可能在一開始 你可能開始採用十分鐘 就一直在刷860 860 消失 所以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呢 我們剛剛 沒有我們剛剛在玩大莊園的時候 我就想說播個比較香脆一點的歌曲 就播個90RUN這樣子 然後就播了一堆宮崎駿的歌 然後突然想到 我是在今年才看天空之城 就我小時候是沒有看過的 我宮崎駿可能只看過聲音少女 對在那之前的我可能都沒有看過 也就是那時候才紅的 你們剛剛說你們都沒有看過風之谷 對啊 沒有 那是什麼 就是可能 啊 電視會瞄倒 然後可能就 那時候小時候廣告都會說風之谷要上 對對對 從來沒有看過要上去 然後就沒有什麼興趣 對對看起來有點無聊 對可能都在看 所以你覺得天空之城很無聊 看那個飛天小女鏡 飛天小女鏡 我覺得天空之城其實是算好看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個年代做出那樣的東西 感覺比現在有內涵很多 但是純粹以劇情面或是什麼面來看 有點以現代來說有點太樸實了 我覺得有點 對 然後有點直線 就是你完全可以知道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主角就是會找到那個城 然後 胃口會養大啦 對 然後壞人一定會輸掉這樣之類的 反正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都猜得到這樣子 嗯 但是整個畫面的呈現是 很了闊的 對 然後就覺得現在好像 已經做不到這個 可能CG就會比較多之後 變得比較假 因為以前是 他們那個應該是 全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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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露露 對啊 就是現在已經做不出那個 這種東西來了 像Akira Akira很經典 它就是整個都是全手會的 然後它 是幾百 不知道幾百萬張原畫 Akira是那個 有車子的那個 有車子的那個 對對對 山道猴子那個 山道猴子 它可以有主題曲 哈哈哈哈 你這樣講 直接得罪兩幫人 直接得罪Akira支持者 跟那個 有沒有看那個改圖嗎 OK 我看 很屌 那個海報這樣子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搜Akira跟山道猴子 應該就可以查到那張圖了 先來看一下 就是它就改的那個綠色車 很好笑 永遠都可以走在時代的那個 最前段 對啊 之前什麼 那個轟隆隆隆隆 補全量那個 MESO 對對對 也是有Akira 然後那什麼天竹車車也是 OK也是Akira 然後有任何車 就覺得對 以前比較有 以前感覺劇情比較隱晦 它會故意弄得比較隱晦一點 然後讓你有一點點看不懂 但它覺得好像很厲害 你是說天空之恆嗎 對啊 我覺得它有 哦 寓意上面有點隱晦 比如說什麼 它完全不跟你講 以前拉普達發生什麼事情 哦 它沒有跟你解釋這個 對對對 就不會有人挑出來說 這李全很屌啊 我以前幹嘛幹嘛幹嘛 什麼差小子 這是不是 黑暗靈魂的敘事法 對 有一點 它就是直接給你一個那個城 然後裡面有一堆機器人 然後你就 你就自己會去腦補 你自己會想像很多 我覺得這就是宮崎駿她的傲慢 她就是喜歡畫這些細膩的 傲慢 她就是喜歡畫這些細膩的設定 這些事情 然後有一個押警手 就是攻殼集中隊電影版的導演 這樣子 她就在講說 宮崎駿她最厲害就是畫水 這件事情 就是說她作為一個動畫家 但是她其實去喜歡去細膩 也去畫出那些感受性的事情上面 哦 所以她就可以很強大地去呈現這個 天空之城的氛圍 她不用去用設定這件事情 來說服你這樣子 她可以用畫來說服你 這個世界觀這樣子 反正你看了 你什麼感覺就是什麼感覺 對 好 所以我們剛剛 所以我們 還想繼續聊了 我們繼續吧 這不是一百千 我覺得是正片 好 給你一個機會 你趕快想講什麼 想想什麼 我覺得這種是 我們下一集聊天空 就聊宮崎駿好不好 說不定下一集那個就上映了 你說那個 那個沒有預告片的 宮崎駿電影 我已經在日本看了 你已經在日本看了 對 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就順便看 哇 你真是好人 沒有人去說我們 我覺得大家不能夠以看天空之城的期待 去看這部電影 你去看有中文字幕嗎 沒有 那你看了什麼 我確實有些很關鍵的對話 我覺得我沒有看到 但確實我有在最後拼湊起來 原來那個整個概念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你在玩那個冒險遊戲 直接跳過文本 一直看那個 大概抓得到啦 但是有些關鍵話我確實沒有看到 所以你覺得你的聽力是可以的 基本啦就是那種基本對話可以 但是那種很關鍵性敘述 他可能突然間要塞一個設定給你 什麼的 那種我可能就沒有 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東西 還好還好 最後我有整個 我覺得我有整個 懂起來這樣子 所以下次你看字幕就感覺 哦原來看我想的不一樣 有可能也說不定 也說不定 反正我這部片我要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看 宮崎駿的畫面的人 沒有問題 這部絕對滿足你 之前你喜歡的作品的一些事情 都在這部作品裡面 但是 對我來說 他不算是個真的劇情片 他是一個預言片 就是真的是 宮崎駿有他的一個 寓意想要傳達給下一代 他不是基於 那種很劇情導向來 來構築 其實是老人了嘛 對對對 就講一些 好這個 下一集再繼續聊 黑白蟹繼續聊 好就像我們就在 天空之城的背景音樂之中 我就覺得我們今天玩的大莊園 有整個浮起來的一個感覺 我們是在小島上 飛天大莊園 飛天大莊園 通島大莊園 對 我當時真的有這個感覺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今天玩的遊戲是大莊園 它叫做 拉格蘭哈 拉格蘭哈 為什麼會講大莊園呢 是因為拉格蘭哈真的是太難唸了 就是 標題裡面完全沒有莊園兩個字 對 但是可能以前大家都覺得它是大莊園 其實是因為我剛剛Google翻譯就是查拉格蘭哈的 應該是這樣唸啦 就西班牙文 然後Google翻譯是寫農場 莊園 拉就是那種他們那種陰性的2啊n 就是那種前面那個詞 對對對 所以實際應該是拉點格蘭哈 然後格蘭哈是莊園的 對可能啦 可能的意思 懂啦 然後我會講它是大莊園 是因為以前有人這樣稱呼它 舊版的時候 我們今天玩的是新版的豪華版 對 這是2023年出版的 然後中文版 菜鳥也有代理了 對 又是鳥哥的遊戲 對 然後它的美術是全面翻新的 然後它把所有的擴充都南瓜在裡面的 所以舊版是沒有擴充的 這是大盒版的概念 哦 OK 新版是今天出的 2023年 新版是今天出的 我們非常的意外 就有一天突然有一盒 就寄到了桌飯來 嗯 然後打開來 欸 有人有買 大莊園嗎 沒有 其實沒有任何的證據 是菜鳥寄給我們的 對 菜鳥也沒有跟我們說 他寄了給我們大莊園 哪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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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人送貨人不會寫嗎 收件人可能沒有寫 但是 送貨人沒有寫吧 送貨人沒寫 好像我記得沒寫 哦 好吧 可能只有冠廷知道 所以這個遊戲 可能是菜鳥送給我們的 也可能是成恩恩年前預定的 他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我們意外收到這盒遊戲 可能是菜鳥寄給我們的 如果菜鳥是你寄給我們的 請在下面留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們就自然把它打開來 好 完了然後 我們也沒謝謝菜鳥 因為我們不確定是他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背骨斑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也不寫遊戲了 哈哈哈哈 沒事他沒有遊戲可以寫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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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河拆桥 入食果分 歡迎來到桌遊辦飯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拉格蘭他是個什麼樣的遊戲呢 他是個策略遊戲 他現在是策略排名是150名 嗯很高的 然後呢 重度大概是3.7 哦 有到3.7喔 我今天感覺大概是3 是滿順的對不對 3點多出頭耶 但是我覺得他的規則上是 滿直覺可以去理解的 嗯 嗯我們快速講解一下 這個遊戲的運作模式好了 首先呢 我們今天玩的是豪華版嘛 就是新版的豪華版這樣子 那基本上 每一個人 除了中央的大版之外 每一個人會有個人版 那這個個人版 在豪華版上 是一個三層圖版 雙層圖版 大家可能現在已經 大家已經聽到過了 嗯就是 底板上面會有一個凹槽 讓你可以放Cube 嗯去塞住 那這個遊戲也不例外 但他特別的地方是 他在底板的下面 又做了一層凹槽 嗯 讓你可以把卡片 插到底板的凹槽下面 卡住 嗯 有什麼遊戲也是 類似的機制嗎 因為安全也可以插卡 對對對就是類似 你有一張卡片 你插到你的版下面 去記錄說 你有獲得了什麼能力 嗯 像最近那個鐮刀戰爭的新版 嗯 他也是有這種升級啊 就是把卡插到你的機甲的版圖下面 這些 這個概念 那只是說 就是拉格拉 他做了三層圖版 你插下去的時候 你不用在那邊對 因為他就是一個槽 有一個凹槽 對對對 讓你可以穩穩的 就是把卡插在下面這樣子 開心 這個物理真的做得非常好 對然後他的特色就是 就是他的卡片呢 是可以適用的 對 他把四個方向做不同的 種類的能力 就是正常的一卡多用 可能不會 這樣子蓋住他 就可能是用牌蓋住牌 比如說 這個只有下面的功能 我就用下一張牌 就蓋住下一張牌 我只露出下方 這樣就是平常一卡多用 對對對 像暗幻曲的話也是 他就是一卡兩用 上面跟下面 嗯 那他一樣就是 你要用上面 你就插到版圖的上面 你要用下面 就是插到版圖的下面 嗯 那拉格蘭 大莊園 現在都叫大莊園 好 大莊園現在呢就是 他不只只有上下兩個 他還有左右 然後其實插到 圖版的左邊跟右邊 他第一張你插到底 就會剛好露出 右半邊的東西 對 如果我沒有真的實際 體驗這個遊戲 我聽到一卡試用 我應該會覺得很噁心 因為過去有一些遊戲 一卡雙用 我就會進入一個 快吐了 欸等一下這個是 我到底要用哪一個 對對對 像以前風聲嘛 就是一開始大家 開始接觸一卡多用 這件事情的時候 善用嘛 其實就已經很奇怪了 而且這個遊戲 它適用欸 所以它切了好幾個區塊 但實際上在 我自己在遊玩的過程中 我是覺得說 欸我完全沒有混淆 因為它的那個分界 是蠻清楚的這樣子 對比方說 它的上面是 類似馬克波羅的合約 就是你遊戲中 可以解合約來換分數 嗯 下面的話呢 就是一些被動特殊能力 叫做幫手 什麼斜降啊 什麼銀式的工人啊 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左邊的話呢 是類似農田 那就是一些基礎資源的 種田啊 就是開殼農田 像我一開始我可能種了一個 加了一個葡萄園 我接下來那個收穫階段 我就可以獲得農作物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最後右邊就是一些基礎能力 像增加你手排上限 或是每個給你收入這樣子 嗯 類似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四種類型其實你分的蠻清楚的 嗯 大概知道說我現在想要哪一個方向 我就是往哪邊插這樣子 我在剛聽完規則看到這些卡的時候 我稍微有一點說 我要研究四種功能好累喔 但實際上在遊戲過程中很單純 因為實際上你真的需要看字的可能 也就是幫手 對就幫手 然後其他的都是一些你很快速的 Icon 資源判斷的策略選項 就是在左邊的話就只有種植物嘛 那就只有三種植物可以選 對就看你需要什麼植物 對 然後右邊的擴增也是很簡單 四種基本的能力 然後你會選三個 嗯 我剛想到有一款 我們之前玩的布魯日 它是一卡七用 啊 高爾氏沒有玩過 欸有七用嗎 等一下等一下我 我現在在回想在怎麼用 一卡七用 所以我剛玩那個戲應該是直接 吐出隔天 做千天的早餐聲 其實它排杯也可以用 嗯 排杯是難蓋房子 就是它直接把卡片反過來 也是可以一種用法 嗯 嗯 嗯 所以剛剛介紹完一卡多用 嗯 嗯 這款遊戲它舊版的時候 它在上面剎大寫了一個 叫做Dice Game 骰子遊戲 嗯 但是玩起來其實沒有那麼骰子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又我一直說 這是伯根蒂嘛 但是我覺得差異是有點多 就是伯根蒂是用骰子去驅動行動 對 但這邊的骰子大部分都只是在拿收益 對拿著這眼 那它真正的行動其實是送貨 OK 大概講一下遊戲流程 我們大概就分個上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我們會打牌 然後補牌 然後就拿收入 那打牌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抉擇 這一卡適用的部分 到底要打到哪裡去 對 因為我們除了第一回合打兩張之外 其他每回合基本上都只能打一張 嗯 除非你有一些特異功能 嗯 但是特異功能也其實也打不了太多張 對 所以整把遊戲大概七八張牌就差不多了 嗯 我們就六個回合嘛 第一回合打兩張 所以D4至少會打七張牌 我覺得這個抉擇點是一個很酷的思考 就是你可以拿同一個行動去當特異功能 你也可以拿這個去當合約 對就是跟你平常在做那種功能牌方是一樣的 只是這是你由你自己的卡片上去決定 對 就是我可能這一棟 比如說我玩馬可波羅 這一棟去拿兩個金礦 然後別的那一棟是去拿合約 但是在大莊園裡面呢 我們是用插卡這件事情來取代行動這件事情 所以把行動的整個邏輯思考抽到這個打牌這裡來 但是就變成說 我自己會覺得有一點混亂 就是你會覺得說 我這個能力好像可以用在這個合約上面 結果發現它是同一張牌 對 然後你要插下去的時候 就突然 我現在要抉擇 我到底是要這個能力還是要這個合約 我覺得這個抉擇是這個遊戲特別有魅力的一點 就是他把收入擴建自己的能力 然後特異功能的個人特色跟合約 儘量做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你在抉擇你到底要依靠哪一個路線這樣子 終究你是要放棄它的其中一個 你不可能全部拿到 我覺得大家剛剛的過程中應該都有感受到這個抉擇的樂趣 然後其實骰子驅動就沒有那麼特別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是把兩個反過來 大部分的遊戲是骰子去做行動 卡牌可能是輔助你拿資源或是角色能力 這邊的骰子就只有拿資源為了讓你去運貨 我們每一年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會依照人數不同 可能像我們這場是骰7顆骰子 然後骰出來的結果 它會依骰子的點數分到不同的一個特殊功能的區塊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會依序的去拿骰子 可能7顆骰子中有2顆在2點的位置 這2點的位置就代表拿這顆骰子到你的版圖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一種資源或者是打卡 然後你拿4點的骰子的話是拿4塊錢 租物之類的 大部分拿骰子都是拿到資源 拿豬啊拿農作物 然後就只有打卡跟運送比較特別 它其實最主要的功能其實是拿資源 讓你去運送 可能你原本就差一隻豬 結果這一回合居然沒有骰出1號點數 你就沒有辦法靠骰子來拿這個豬 大概是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這個遊戲好現代 有一對快速行動 這個遊戲因為它的主板圖就是 你可以隨時拿你的錢去買作物啊 或者是現場豬要出生了 它跟農家樂一樣 就是你養了兩隻豬 你就可以生出第三隻豬 要生出了我可以馬上再把豬抬掉 或是做成煙肉加工這樣子 因為有些的任務的條件 是要加工物送去市場這樣子 但是它跟烏玫瑰山 那些農家樂遊戲很不一樣 是農家樂都會有 你可以送田跟生產東西出來 那它是有一個上限在的 但這個遊戲你可以用錢去為所欲為 我可以完全不種田去農一堆錢 我就可以去外面買一隻豬 然後再馬上加工進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一個概念 沒有就是很現代遊戲 現代遊戲就是快速行動力 就是有很多彈性 對對對 因為以前遊戲我一定要去慢慢養豬 我慢慢種田 我才可以真的獲得那個麥子 然後再去做成麵包 那現在我想要麵包 我就是花三塊錢去買一個麥子 然後再花兩塊錢去把它加工成麵包 對對對 然後你也可以從那裡都不慘 不慘麥子 然後你全部都用錢 它可以完全跳過你討厭的那些生產過程 對對對 就很舒服啊 我整個遊戲玩下來是 我沒有那種 我剛剛沒有先換什麼資源 結果最後我這個策略整個崩壞 搞不出來 對對對 我甚至是可以把錢壓在最後 再想說我租很多 我到時候真的需要我在 林鄭把租賣掉換成錢 再去做資源總管都還來得及 對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沒有 你講什麼 懲罰性沒有那麼高 就是懲罰性很低 然後容錯率 容錯率超低 但是我記得之前玩類似容錯率很低的遊戲 就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能卡不太到人 對對對 但是因為這個遊戲 它有設計的機制就是 你買東西其實比較貴 對 比如說我買租是要花五塊錢 但我賣租只能賺三塊錢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還是用買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虧 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人生就差那一隻豬的話 五塊錢也是給要花下去 對 好這個遊戲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個中央大版圖的正中間 它其實是一個 換成是貨品市集 當你把相應需求的貨物出貨到手推車上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手推車 推到中間的市集去賣 好我幫你補個情境故事 是你剛剛想到的 好酷 你是農場主 你可能你女兒說 爸爸我想要去市場賣花 可以幫我準備五朵花跟兩個草莓 我準備賣草莓牛奶那樣子 然後我就是趕快去種草莓跟五朵花 你就把這個貨勾給他 那你的女兒就可以拖去市場 對 去賣東西了 有趣的是 那格蘭哈 這個遊戲的中央主板 這個四集 它其實是有點像那個 哈潭島那種地形的感覺 方格方格的那樣子 六角方塊 對 那假如我是用一個五級的貨品到那裡的話 周邊的如果有數字比較小 二級三級的 我的五級一下去 別人就嚇跑了 對 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貨太屌了 把周遭的人的生意都吸光了 他們就只能夠 沒生意就退下去了 對 我賣草莓牛奶 他賣那個 榴槤牛奶 嚇死我了 他生存不下去了 誰要買榴槤牛奶 樓下功夫才我在賣 一杯110塊 我靠 所以旁邊 我真的嚇死了 原本旁邊其他的飲料店家都倒了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四集 其實影響之後的一個得分 這樣子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驅控 就是 大家在上面 搶到驅控就可以獲得一個持續的分數 然後這也涉及先放後放 一些順位上的議題這樣子 對對對 這遊戲就是又是黑傑克 好看的縫合怪 他很多小機制都是 每個地方都看得到的 我覺得是 就是像我也不懂 他的順位叫做睡覺 我其實 這個睡覺我也沒什麼帶入感 他就是一個數值而已 剛剛說骰子 我拿五號骰 可以獲得兩個睡覺 然後因為這樣子我的睡覺提升了 然後我接下來下一局 就估計就會提升 就是休息 就是 我幫你想開太多感 我們總共遊戲會有六年 你每年都在跟座 然後進貨賣貨 但是你那年休息比較多 你就可以先plan 你用休息的時間去plan 你明年要幹嘛 所以你下一年的行動就比較快 對對對 先發知人 我那個十一二月都閉關休息 我就是早點要去跟那個租商買來頭租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好像沒有關係 有點沒有帶入感 因為他應該是一年 但是一年 他不是一天的事情 你不可能生一年吧 但是剛剛藍絲有查 就是初代 就是我們舊版拉格蘭哈 他的副標題 是不要五歲 是不要五歲 不是五歲 不是是不要五歲 我覺得那應該是他們的內梗 我們沒有這個文化看不懂 有可能 因為我記得歐美人是不五歲的 就覺得亞洲人在五歲 我覺得可能最近就是開始五歲了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副標題拿掉了 好好好 所以跳過這個 剛剛講完骰子驅動 其實就是拿到資源 拿收益的骰子 然後很重要第三階段是運貨階段 這應該是這個遊戲的精華 應該說運貨是主要的得分手段 是唯一的得分手段 對 剛剛有提到就是去市集 就是大家會打手推車 然後每個人會有不同的合約 自己的合約 對 那合約打完之後 其實就會拿到一定的分數 看你的大小 通常是二到六分 然後你還可以擠掉別人 然後還可以拿到虛空的持續的分數 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去送到各個行會 它在大盤圖上面會有各個不同的職業行會 但是其實就是 他們要求不同的貨物 對 食材商會 對 加工品商會 對 然後他們可能要 譬如說租飯就是固定都要 譬如說要三頭租這樣子 那就是 你如果有 湊買三頭書給他的話 就是整個遊戲 湊買三頭書給他 就加入這個行會 對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分數 對對 那我覺得這個分數差蠻多的 就是因為它是回合分 所以你在第五回合 完成就五分 那如果有人在第一回合完成 他可能這一分 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平衡 因為 像玩馬可博那種遊戲 就是越早拿到收入片越好 但這個遊戲的收入片 你早點拿到會享受到 你每回合都可以拿到收入的紅利 對 但是你晚點拿到 雖然你只能在最後回來拿一次性的收入 但是你還是可以拿很高的分數 就讓你有誘因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你在玩很多 遊戲的時候 你的收入板塊 在後期是沒有要拿的 就做一個平衡出來這樣子 也算是主要丟分手段 對 大爆分 最後一回來就八分 八分十分 好 所以遊戲的最後就是比誰的積分最多 誰就獲勝這樣子 嗯 哪個遊戲不是這樣 對 那個那個 同感悄悄話 那也是比分數了 所以同感悄悄話也是個歐式遊戲 好 我覺得它的順位也是挺好的 就是在運貨之前 你會去講順位 然後大家就可以再 有一點競爭的感覺 因為 場上的剛剛講的行會 它有一點鼓勵你去很早期的那個行會 你可以獲得額外的東西 可能是一分 一兩分 說差多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不管你們兩個不是差幾分而已 但是你搶那個分數感覺就很爽 就是你做了這件事情都比別人多兩分 爽 對但是不會到影響整個遊戲 它就是差個一兩分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它是很有誘因 去讓大家去競爭 嗯 就是不卡的遊戲 就缺少卡人的因素 就什麼 像大招人這種容錯率超級高的遊戲 我都覺得它會卡不到人 我就覺得失去錯率遊戲的 那個醍醐味 對就像布拉格 布拉格 對布拉格是完全卡不到人 然後它又沒有用其他東西去補回來 所以你從頭到尾就覺得卡不到人 就很淡機的感覺 嗯 我覺得還有一個卡人有趣 就是那個順位的部分 就是送貨的時候 我們是會有一個 大家選一個旅卡 那個旅卡上面會有 最後的休息點數的充斥 然後它是大家蓋著一起翻的 對 所以可能要去稍微算一下說 別人會不會 這回的充斥 這回是不是 是休息大事 對他可能休息4 你只休息1 你就失去了 你原本以為會有的順位 我覺得可以加那個驢子 特別驢子擴充 會更刺激 因為像我們玩的時候 我們往往搶到最高順位的 它可能代表的是你 下一回合可以多打一張牌 那那個影響力可能就差很多 對曬自己先選 嗯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最後講一下 就是 新版的豪華版 裡面就有很多模組的擴充 對像我們剛剛就有加一個女主人擴 然後大家就一個 小姐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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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沒有說她是你老婆 他是女士 可能是你老媽 對 可能是非用 對他會 反正就是有點角色能力 對或者是像剛剛藍絲講的就是 休息到一個點數 可能會拿到比較強旅卡 一致性強旅卡 或者是 像我們剛剛有加一個是那個什麼 那個輔導員與亡命之徒 對 那可能一面是讓遊戲更加的輕鬆 然後另外一面 資源變多 讓遊戲更加的困難 有有 這回我覺得資源比以前多很多 以前玩過兩場 大家都是前面都哭得超級窮 就玩得很舒服 對對對大家可能第二回合 就買不起屋頂了 然後最後最後我們講一個屋頂 就這個遊戲在資源個人版國上 有個很有趣的就是 它有一個你個人的一個藏屋的一個 造型的一個凹槽 那那個凹槽就表示 你的房子沒有屋頂 現在是沒有屋頂的 然後你就可以到大阪上去買屋頂這樣 每回大家可以買一片屋頂 那那個屋頂其實代表的是一個特殊能力 一次性的功能 通常是收益 你未來可以把這個屋頂翻過來 就代表使用了這個功能這樣子 這個屋頂是越來越廢 它的能力 應該說它的能力差不多 但是每一回合都要多花一塊錢買 所以就越來越貴 但是你如果買到後面的話 會給你一些分數 所以就有點像用錢換分 對 然後我覺得屋頂是一個很好平衡 現金流的機制 這種引錢遊戲呢 我們滾到後期 你的錢就越來越多 你的錢就不知道怎麼花 然後就會覺得 啊我錢不知道怎麼花 但因為它的屋頂會越來越貴 對 所以它會讓你 第一回合跟最後一回合 錢不會多到非常多 除非你的腳色能力或者什麼疊起來 不然你就會覺得很空虛 我之前那麼多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平衡的 就是把錢吐出去 把錢拿回來的機制 那我錢也可以拿去買一堆租啊 對 所以它不想要讓你過那麼聰 所以讓屋頂越來越貴 確實 因為當你錢多 你的資源轉化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遊戲 因為不卡 它可以很多的 很快速的直接資源轉化 那你後面就變得很沒有難度 對 它用這個東西 把那個平衡難度 再稍微抓回來一點 你終究會想去買那個屋頂 你就會去花那個錢 對對對 就不會讓你放飛那麼自我就是 我後面他回合 比如說5塊錢6塊錢 我兩個回合都沒買屋頂 我就多11塊錢 可以買很多資源 對對對 我覺得它很巧妙的把這個平衡回來 是很酷 好 那我們拉格蘭哈的遊戲介紹就到這裡 那大家有興趣聽我們 就是個人的喜歡跟不喜歡的點 那就請聽下集囉 好 拜拜